呃 大家好 我小家 一个南港链仔 目前的话 一人一车 浪迹天涯 现在早上八点多 昨天晚上 十一点多睡 早上醒了一次 被那个鸡叫声弄醒了 请人尿尿一下 前面还拍个很大的坡 这条318省道坡都还蛮大 这还蛮难急的 坡都比较大 不会是318 会当银爵顶啊 一览中山小 太阳在那里照耀 哎呀 红红的山 这个落差相当大 就爬了几个坡 刚才 这一秒只想在爱你的你 这世界是海底 就让它是海底 我可以躲起你的身体 哇 终于下坡了 刚才爬了几百米海拔吧 哎呀 这个坡都肯定超过8%了 刚才那个坡呀 6公里 海拔提升400多 400多米 400米 哎 反正差不多 8%到9%的坡吧 哎呀我靠 坡度有点大啊 这个山上的小别也弄得还不错啊 山上咯 这么有实力吗 现在下坡下到个村子里面 这边还有卖肉的卖菜的 不知道有没有办店开门的 嗯 这里有那个蒸米粉 还有小炒 那远处也有那个粉店了 吃个早餐吧 嗯 它调料 挺有分色的 那个挺有意思的 放两个鸡蛋上去 然后一半 哦 还要烤一下 蒸一下 哎呦 挺有太顺的 哇 广东的肠粉 看着挺不错的 哎 看着挺重重的 点一点肚子 点了一点那个瓷在上面 真的还可以啊 这么一盘 距离现场还有十来公里 可能要闯一个道小的店了 竹子 视频里还没弄 嗯 刚好可以弄一下视频 哎 太正了 味道非常重重 吃的还满 状态了 六块大碗 大碟吧 相当划伤 味道非常正宗 刚才我在里面剪视频 手机都发烫了 今天温度太高了 到前面现在多个电吧 然后再点一下视频 没点完 这边爬坡有点费劲了 前面那个车也爬的很慢 负重太大了 手都酸了 这个省道318确实是比318难走啊 坡都更大啊 左边是凤山 右边是天鹅 我要往凤山线走了 终于到牙口了 太陡了 这里有这个 编地地啊 前里云海呀 有旅游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最高点 这里观点台 过去看一下风景吧 寿源云海 景观区位于凤山线 这边是 凤山为世界长寿之园 就这边 巴马长寿这个源头 所以被称为云海 这里还有 英文呢 挺高级的 看一看风景嘛 我挡住了 挡住了 挡住了 不过也都是喀斯特的小山包嘛 哇 那边还有那个亭子啊 弄得挺可以的 那个好像会有一条省道318 被称为广南三长线 这是广西的省道318 这条路线比318的坡都大 大概有8%的坡 哇 有个地方9% 坡都蛮大的 这个风景挺好的 值得来一样 真的 虽然是水泥路 穿梭在广西的十万大山里面 这个路 我感觉不比贵州的好走啊 这一段省道 哇 这边虽然以路灯这么摄取啊 广西河池 这个地方也是好地方啊 倡游国际长寿养生基地凤山共建 广西全域旅游示范区 凤山县也是一个长寿基地啊 不光是巴马 这边也非常值得一来 所以我这次没有来 去巴马 我选择来这边 挺好的 哦 快到县城了 凤山 这里群山怀抱 哦 风景相当优本 你看嘛 这路边风景也挺好的 群山耸立 进凤山县城还有个这么长的隧道 要开灯了 快没电了 还能跑个十来公里吧 前面是城区了 赶紧找个地方补电了 凤山县城到了 四周都大山 哇 这个县城里面的路还真宽了 这个路灯啊 很有特色 充电桩找到了 前面都要出县城了 电动汽车充电桩 哇 就在那里吧 没人用 四个 这个应该是私人充电桩 第一次见这样的 没有停车场都没有 看吧 200啊 1000伏是多少 多大的功率啊 200千瓦吧 这功力大哎 你看吧 把这个一插 它显示那个二维码了 刚才扫了一下码 是达克云的品牌 我没用过 你看看 怎么找充电桩 很多人问 这不就是 是吧 多得很 哇 这边电费八毛 服务费 五四毛 一共一块二 这个充值金额不能少于20块 先充30 它会 就是没有用完的 会远路缓飞的 这个不用担心 充电桩启动中 来了 来了 怎么那个灯还没亮 我灯亮了 这边先充一台吧 看吧 25万的电流 这一台的话没有没有没有冲啊 因为当刚才跑了一段路吧 稍微歇个几分钟再冲吧 这边小凳子都有啊 就坐在这里剪一下视频吧 给大家看吧 这个天气达到了晶亮的30度 今天晚上有雨啊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飞机房之类的 明天就舒服了 电充的差不多了 下一站的话到那个什么田林县吧 应该能直接到那里 没问题 在后面生活超市嘛 消费了20块5毛吧 买了一点 吃了一两瓶水 没看到卖菜的 前面箱子还30公里 今天天气热的怀疑人生了 太不适应了 30度了 这不是夏天吗 发现广西西部的 真的比东部要难走啊 西部的路起伏比较大 高级云南那边海拔更高 哦 这边好像到了大峡谷一样 前面快到乡镇了 我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哇 那块牛的那个颜色 我还以为是个雕塑 这边的田野风景呢 欣赏一下 我前面又要进入318省到了 哎 真的是318 前面快到中庭乡了 到乡里吃个饭 吃个午餐吧 这里是中庭的游客中心 哇 打造世界级游泳 中庭重庆车 现在已经到了乡镇了 那边有个雨粉吧 这里还有个卫生院呢 那里还有粉店啥的 索机店 这个车有意思 是 这个车上的是电动摩托车的牌 你这个三个人知道 它是我两个电机啊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它应该有两个控制器的 这个是那个粉店 有快餐 哇 这个车有意思 这个两个电机的 应该有叉速器的吧 哇 这里没下班 哇 看到有桂梨米粉 招牌 这里米粉 来一个吧 家的味道 桂梨米粉 还好吃的 桂梨米粉 自己加一点这个料 非常经典 这个米粉 桂梨米粉 招牌 这干的非常好吃 买一碗汤 这个没有汤的就是好 把它漏油 漏 我 是 我 刚刚大肉 这个是肉肠 非常经典 连汤都喝完了招牌桂林米粉12块 味道不错 非常正宗 还习惯吃干的 有点以前的感觉了 真的多这个味道 在桂林吃的以前 这里没想到也这么正宗 料也那个叉烧那个肉啊什么 也还行 这边卢墨市场都说工了 快四点了 这里是烧烤了 炸串 在那边整个点吃的吧 8块钱 感觉这个看起来挺好吃的 然后那对面有卖肉的 卖蔬菜都没有 走吧 走吧 都快到县城了 再几两个小时 我前面要上坡了 这个乡镇旁边的风景确实还可以 嗯 下面村子弄的都是小路 水泥路吧 嗯 基本都没有什么土路了 我那上面有个深圳帮扶的项目 哇 难怪广东的消费花了这么多 嗯 那个小山包模型吧 哇 现在过了一个拐弯了 那个房子多地方就像这呢 你看吧 这周围的山好看啊 你看吧 难怪这边会被称为318了 看看这风景吧 哇 这个山体啊 非常的清秀啊 这种木雀的刺激啊 这种木雀的刺激啊 有点小小18的感觉 之前我走桂林 柳州啊 鹤州啊 之类的 都没走过这种路 嗯 第一次走这种啊 这种才有那种 呃 川藏线 颠藏线的感觉 什么是十万大山啊 你看吧 这就是十万大山了 哎 我发现这里是这样地方 这个墙哎 怎么上去车子 那个是厕所吧 过去看一下 就在这两路上吗 那边小树林啥的 然后对面这个大山有人家 那前面几百米有村子 刚才下开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这样的 这条路 哇的天哪 车子过不去啊 那个水泥路的话 先看看这边吧 哎 可以过来 可以过来 我还以为这个地方 你可以 看一下 这块地不错 哎呀 搭在这里可以 真的 今天晚上可能在这里吧 四点多了 四点半了 这块地方不错 运气不错 就是没有棚啊 下雨 麻烦 我问你不到 这个地方的话就这样的 哎呀 就这样 这边是一个厕所吧 一个蹲位 没什么人上 好的 这个是 哎呀 可以可以 时间差不多了 四点半了 再往前面走的都向前了 不然的话今天又干一百多公里 这个地方有厕所 可以可以可以 就在这里了 哎呀 运气还不错 差点以为今天露营地没找落 这地方的话 既旅村子有个 有个一段距离吧 反正不是爱的村子 看一下地图 这里有个村子叫大山 翻天驼 距离这个村子有多远 哇 它在山下面有四百多米 哇 这个地方相当理想 距离前后村子都有几百米 哎 车子弄过来了 那边有个大爷在放放牛啊 哎 这个地方离村子有几百米远 没有挨着村子 这就非常好了 这个地方非常不错位置 我就不喜欢那个挨着村子 村子太近的那种 那不行啊 我想了一下 就靠着这个墙搭一下吧 你看吧 这个地方能挡一点方吗 然后这边不是能挡方吗 那个墙体能挡方是不是 挺好的 那边的话有点暴露 而且不怎么打方 果然猜的没错 果然是有养牛的 装缝的话就搭这里靠这个墙能挡风 有点不平吧 但是铺上那个淡槽垫吧 应该就好多了 这会还很热 外帐先不盖了 这个确实不平 这是一个缓坡 这边是朝上的 头发这里的话 伸直会有点往下 微微往下吧 还好 哦 这录影地不错 路灯都有 外面还有青蛙叫了 可见这个温度之高啊 我这个锅里面加一点水吧 9点多了 今天没有买菜 马上两包泡面 一吃一包在这边 把这个蔬菜包搞里头吧 今天晚上还有一点吃的 才能够满了一点 加一点料进去 已经烧开了 放点盐进去吧 把它给拌开 今天买的这个吃的 杂串杀的 什么是 哇 这个有三边 这个是鸡柳还是什么的 这里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油饼吧 搞里头吧 给它这样 盖一下 兄弟们 开饭了 现在晚上9点多了 哇 这么 四根 四根东西 嗯 这里有一个油饼吧 这加起来 8块钱的 可以 嗯 哇 相当滑串 这里面是肉 还包着肉的 嗯 哦 这不是肉 像豆沙吧 这个是肉吧 嗯 一根骨头啊 不知道省部位 今晚简单指点 今天最高温度 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却到了三十度 不敢失忆 不可失忆 现在温度都还有 21度 晚上的快去点半 明天大降温 今天晚上可能下半夜要下雨 大概率吧 我之前在那个江西的时候 也是 上半夜还很热 下半夜下个雨 然后第二天 很冷 只碰了我一次 就瞬间入冬 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 你晚上这个露营地走的还可以 这个粉茶还可以 今天都没买肉 没买菜 怕坏了 嗯 很多人 是吧 他看我看我视频 很多人看我视频 想看我聊天什么的 我觉得聊太长的话 视频太长 也不好搞 就简单说一下吧 我看有些博主是吧 他不聊天 都水 摆一下 然后露营吃个饭 吃个十几秒 那那播放量也老高了 这个东西的话 因人而异的 不是你整活就有人看这东西 同样是去东北的 不是每个人都有播放量 有没有人在南方有播放量高 再多东西暴露 这个肉圆呢 是压脖子 我还有什么 我还有什么部位 差不多吧 今天的话 还是比较期待 下半夜降温了 明天转凉的话 感觉挺不合时宜的 30度 然后 个位数真的挺不合时宜 本来还想聊一聊 电动车的相关的 问题的 有人问我那个什么 费用啥的 下个视频再聊吧 不然的话 视频太少的 太头大了 今天又是 难搞的一天